光美妳講 真的不一樣 沒有 我剛才我只是想要講 就是說這個沒有辦法懂 當地語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險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個 也是在美國的案例 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警察 公權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他們一般還是很 就是以一個合法的方式 來去檢控你或者是幹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會告訴你說離開你的車子 就我們看定離開你的車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車上 你一個指令 一個動作 但我們的本能反應就是說 我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執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駕照給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這個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頓 到你沒有還手的能力為止 結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麼東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槍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駕照而已 是 是 是 所以這個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說 這個不懂當地的語言 是有生命危險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就覺得不光是 而且因為這個語言 為什麼你比如說 你像這個出國移民 雖然我沒辦過這個手續 但是我去過一次 你試個白一次 你白一次 我不用試一下 我跟你說 我們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國 都被美國領事館拒簽了 香港這個美國領事館 我就跟嘉輝說的 說對老外笑臉相迎啊 我們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國去主持一個什麼 美國賽區的一個選美比賽 你知道嗎 這個公司的秘書把所有的都辦好了 早上六點 讓我到那個美國領事館 香港的美國領事館排隊嘛 然後呢 我就覺得我這個英語不太好 就是像你說的 人家說啊 這個外國人呢 你見到他要笑 對吧 要笑 然後呢 我碰見了一個美國領事館 一個女的一個大肚子 長得還挺漂亮 我懷孕的啊 那個女的見到我 她一點也不笑啊 瞪著個大眼督子 怎麼看著我 然後她就問我一些 我也聽得半懂不懂 然後問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問題 說你這個去那個 嗯 有沒有收入啊 我說 Sellery 我說收入是我的company給我的呀 她說這個 你的company是在香港給你的啊 還是在美國給你的啊 什麼什麼的 我管她在說什麼 然後呢 最後就說 說急了 就是說那這個什麼 你就掙錢還是不掙錢 跟我說半天這個事 最後問我你這個工資啊 什麼的我好像是問我這工資是多少 我最後急了我就跟他說 嗨 這都是我們公司給的 他愛給多少給多少 不能的 違法 走了 就最後我們公司秘書就說怎麼回事 這我都給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給拒簽了 後來他就說我 後來就他們又找這個美國領事 香港美國領事 那個美國領事後來就就就就說啊 說這個女的啊 就是首先他懷疑我動機不純 他懷疑我要去美國打黑工 然後呢說關鍵的一個懷疑就是說 沒有理由的衝他痴迷痴迷笑 他一臉慘耶 他就覺得心裡有鬼 我跟你講 我記得以前經常跟朋友講 這種誤會可大可小嘛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國去薩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種語言的誤會 表情的誤會 還有行為的誤會 幹嘛呢 我下飛機 你要檢查行李 路徑那個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個海關看我那個行李 然後瞄我幾眼 我也是這樣對著他笑嘛 我們看到老歪都是笑嘛 你看這樣 他就擠眉弄眼了這樣笑 然後呢 他突然本來對我笑 突然不笑 胸起來 臉臭起來 幹嘛呢 然後還找了幾個人過來 把我抓進房間 收身 全身收 身體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像的他都搜了 那我無所謂嘛 我清白嘛 深正不怕影子歪的 他呢 搜完之後身體不清白了 沒關係 因為我心裡想 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的 反正我坐完飛機那麼髒 你要看就看嘛這樣 然後呢 搜完之後什麼都沒有嘛 清白他出去 那老歪也很好 那給我道歉說 抱歉 給你帶來麻煩 我說到底What's going on 發生什麼事啊 原來他擠一下 說我行李裡面有避孕套 發現有避孕套 他說 剛才丁春秋賣的是嗎 沒有 沒用過 沒有用過的 沒有用過的 但是你戴的 可是你戴的是用過的 裡面原來過程裡面 我記得他檢查的時候 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嗎 不是 第一個我很年輕 第二個他那時候問我一句話 他說我記得他搜尋 行李的時候問我 你有女朋友嗎 在美國有girlfriend here 我說沒有啊這樣 然後後來他懷疑 原來他懷疑 我用安全套來孕套 藏在身體什麼地方 因為他說你沒有女朋友 怎麼會自己從香港過來 要帶著安全套 那他不了解 講會不會過 所以以後我都警告 年輕的朋友過關要小心 所以你看聽上 移民啊 我看那個字 這個橋外移民 其實中國人這個橋子啊 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個人 這個地方是那個橋 那個橋樟打扮的橋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要移民的話 可不可以就是跑人家 過去橋樟打扮 又偽裝出來 所以才有這麼多問題 你知道嗎 誰給你的這個植入廣告 我哭了 對我老師今天能發財 我幫你要 我幫你要 而且 你講 對不起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當地除了語言之外 法律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也有了一個 很重要的例證 你知不知道在美國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帶你的隨從 或者是助理去過美國 隨從我聽起來像個貴族是吧 他出門十幾個 我就是魯玉的隨從 不是 你如果真的有隨從 或者是助理人員的話 你最好問問清楚 因為你可能需要 付他額外的工資 按照美國本地那個州 那一個州 因為每一個州的最低工資 是不一樣的 你要按照那個州的最低工資 按州心付給他 否則如果他去投訴你 或者是有人檢舉你 或者是這件事情曝光的話 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 吃上大官司 不是小官司 大官司 留在勞工 所以有一年我因為 有一年我因為帶了 全家人一起出去 所以那一年我把那個家裡的阿姨 菲律賓阿姨一起帶出去了 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資 那個時候好像是一個小時 是八點多美金 我就按州心給他 他一直跟我說不用 我除了香港的那個工資 照付他之外 我還付了他美國的工資 他一直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說用用用 你說你不用我就坐牢了 他發了一筆小財可開心啊 你們說今天中國的經濟也好起來 現在開始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移民該選擇什麼 或者還是不是個好事 就是你看你記得當年你們那個年代 有一個人寫過著名的一個電視劇 叫北京人在紐約 在紐約 那不用我們後來 那個那個作者姓曹的 那個作者現在已經70歲左右了 年過七旬了 回來了 回了在北京 又寫了一本書叫什麼呢 紐約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說 照他的觀點 他就說 他說美國就是什麼呢 叫做兒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戰場 老年人的牧場 就墳場 老年人的墳場 他就說你這個遊客去 你覺得那個好啊 空氣好啊 這好 他說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說你沒有試過 美國的這個金融制度 都是負債的 就是在美國 你只要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你還是個人 你要一沒這個工作 你立馬成孫子 就是因為你房貸 車貸 學貸 就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 就是他就說 你被這個美國金融制度 只要你試試這個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師 我覺得你同意他這種觀點 當然 當然 我們到美國去的第一年 老華僑們 你看到老華僑們就看出來了 當然那是個老華僑 大部分都還是 所以勞工階級 在中國餐館 打工的就是老華僑 你發現 很多的老華僑 到老那個年紀的時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說回到故土 我這點錢 也能夠吃 我們每天 喝點小酒 溜溜狗 走走路 是吧 在美國就很慘了 因為他們也沒有很多的醫療保險 那就現在 你那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今天中國富起來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學技術啊 通訊啊 都很髮大了 很簡單了 是吧 他應該不應該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 對不對 好不好 我一直坚持這一點 如果 在你自己看起來 移民是一條好的道路 我建議你一定要試一試 試一試 試一試 試成功了 也許你能夠開篇一個天氣 試不成功你再回來 從外移民給的錢不少 試不成功你再回來吧 就要去飛嘛 我覺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慮移民 因為我覺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麼大 你哪知道 哪才是最適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遠不知道 我強烈地建議 現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聽他們講 哎呀 我明年移民到英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這算什麼玩意 全世界都知道 你有本事 現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 到那地方當囚長 那才是大牛 是嗎 我估計那個能免簽 是吧 直接 非洲移民歡迎你 那現在移民的關係不一樣 我們那個年代講的 真的是一去 壯士一去 不服回那種感覺 或是說我去了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依井還鄉 現在不是嘛 我可能去 為了某些原因 安頓了小孩 或是說拿來護照 飛來飛去 現在都是在城市 跟國家之間飛來飛去 所以剛剛說 其實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還是移居 有一段那個 在外面生活的經驗非常美好 所以其實呢 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站在這個歷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麼一句話 這個中國人呢 作為人口最多的這個大國呀 我已經看到 過去是這樣 現在是這樣 未來也必然是這樣 就是說啊 凡是有太陽照到的地方 都會有華人 這其實從歷史上看 甚至跟中國的經濟發達 還是不發達 都沒有關係 最近你看 我看有的學者就研究 就說我們過去認為啊 就說中國好像什麼 曾經有個階段閉關鎖國 那是一段很短的時期 比如說明清時候 曾經短暫的這個海禁 其實說中國人封閉啊 是一個誤讀 就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啊 一邊絲綢之路 或者說是這個海外 比如說宋朝南宋 這個中國包括這個正和下西洋 就真正說那個海禁呢 是歷史上一個較短的時期 大部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時候啊 實際永遠一直就有華人往海外走 你中國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時候 他們也往海外跑 對吧 就南洋華人 你現在中國經濟好了 他一樣都往海外跑 所以說我覺得基本上 從這個歷史上來講啊 最後咱們這個遍布全球啊 是不成是不成問題的事實 現在已經遍布全球了 已經遍布全球了 你看那時候有太陽地方就有華人移民 現在沒有太陽地方也有華人移民 就是北就是北極南極 北極南極 北極南極 我都不得了 沒太陽嘛 那個地方一年大概八個月 即夜的時候 對 你像那個實際上 你像我們那個讀書的時候 有一句話 我到現在印象多深刻 一部人類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類移民史 就是一部華人移民史 華人是這個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幹 人多嘛 對 你們兩位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是吧 面色菜綠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